甄嬛传中甄嬛穿白月光纯元的衣服 雍正为什么始终无法接受 在此之前 他对黄黄可谓百般宠爱 先是不顾大庭广众 将其从玉花园报到岁宇轩 又是赐汤泉公寓 交房之宠撒账 还因甄嬛怕打雷的缘故 特地从华妃宫中 跑去岁宇轩陪伴他 可见他对甄嬛是有真情实感的 那么 甄嬛晋升为妃 误穿纯元皇后的故意 怎么会让他勃然大怒呢 今天沐渝君站在男性角度 给大家来分析一波 首先诸位看官要清楚 雍正皇帝一辈子 真正喜欢的只有三个女人 分别是纯元皇后 华妃 甄嬛 至于宜修皇后呢 皇帅心中更多的是敬重 宜修自己也清楚 皇帝不爱她 所以亲手害死姐姐纯元后 她才会感慨 一个女人得不到丈夫的爱 得到的只有敬重 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再回归到原本话题中 从表面来看 皇帝会生气 甚至疏远甄嬛 是因为甄嬛 误穿纯元皇后的旧衣 实际上 俩人感情走向破裂的局面 在很久之前就埋下过伏笔 众所周知 皇帝爱的女人 只有纯元皇后早早离世 站在皇帝的视角上来看 纯元皇后懂得诗词歌赋 会弹琴跳舞 女工等等 可以说是完美不缺的 一个先皇后 那么 纯元真的如此优秀 正所谓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所以关于纯元皇后的一切 皇帝心中 渐渐意想成自己幻想出来的样子 纯元皇后呢 也就成了她心中 善良美丽的代表人选 身为上位者的她 对于这位死去的白月光极为怀念 再来谈一谈 华妃 年始兰 在甄嬛辱宫之前 她可以说是宠冠六宫 这段时期的华妃 有哥哥年庚瑶在背后撑腰 再加上皇上的宠爱 格外嚣张跋扈 就连一休皇后 都不得不退让三分 皇帝耳目众多 她难道不知道 华妃在后宫的所作所为吗 肯定是知道的 不管是对于年庚瑶的忌惮 还是真的被华妃的身材所吸引 皇帝到底还是偏爱她的 皇帝到底有多爱华妃 就算前妻的甄嬛备受宠爱 都不敢与其争锋 这何以见得呢 当甄嬛沈梅庄等秀女入宫后 华妃在皇上心中 依旧有一定地位 虽说甄嬛入宫 备受皇帝宠爱 但华妃醋坛子被打翻后 直接体罚甄嬛 犯下让甄嬛小产的重罪 但皇帝处理这桩事情的时候 直接以年庚瑶势大 糊弄了过去 以至于华妃根本没有遭罪 后来华妃杀害淳尔 这种直接谋害皇帝妃子 还收受贿赂的事情被拆穿后 华妃也仅仅是降了位分 依旧在易坤宫 过着舒坦日子 要知道 这个时候年庚瑶已经大势已去 但皇帝呢 硬是没有把华妃打入冷宫或者入狱 要是换了其他妃子 恐怕早就躺进棺材板里了 由此可见 皇帝对华妃是真的有感情 就算华妃谋害后宫嫔妃 哥哥有造反的野心 他能降级位分 不宠幸华妃 但坚决不会杀害华妃 但是甄嬛跟皇帝在华妃这点上冲突了 他态度坚决地要让华妃死 甄嬛是皇帝第三个爱过的女人 皇帝会爱上她的原因很简单 甄嬛太像去世的白月光纯元皇后 皇帝见到甄嬛的第一面戚 便认定甄嬛是纯元的替身 心中不由生出一股怜惜之情 所以才会对甄嬛百般宠爱 但他其实在跟甄嬛日常相处中 也生出了一些真感情 否则他完全没有必要 坚持从玉花园保甄嬛到岁宇轩 又刺其汤泉公羽交房之宠洒账 还因甄嬛怕打雷的缘故 特地从华妃光冲跑去岁宇轩陪伴甄嬛 不过这个时候的皇帝并没有反应过来 他始终认为自己对甄嬛好 那是在补偿对纯元皇后的亏欠 也是在他的这种态度下 甄嬛跟他注定会渐行渐远 华妃对甄嬛出手过很多次 甄嬛也是要为自己小产的孩子 以及梅姐姐春儿等人讨回一个公道 后来甄嬛终于找到彻底击杀华妃的机会 当岁宇轩发生纵火事件后 皇帝面对放火烧宫这种重罪 他很清楚 如果自己依旧不杀华妃 后宫所有人都会自危心寒 因此他最终无奈下令赐死华妃 随即头也不回地走了 甄嬛这个时候是高兴 但皇帝是怨甄嬛的 因为甄嬛逼着他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 作为高高在上的帝王 雍正反感被一个妃子胁迫 哪怕这个女人是他喜欢的疼爱的 何况这个爱着的女人 还针对的是他爱的另外一个女人 当然华妃之死也成为皇帝接受不了 甄嬛穿纯元皇后故衣的一个关键点 皇帝为什么接受不了 甄嬛穿纯元皇后的故衣 他真的把甄嬛当成体身看待 皇帝接受不了甄嬛穿纯元皇后的故衣 除了跟华妃之死有关系外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皇帝一开始将甄嬛当成怀念已久的纯元皇后 等总算回过神 发现纯元竟是甄嬛 就无疑让她的美梦破碎了 上文沐渝君也说到过 皇帝会注意甄嬛甚至宠爱甄嬛 是因为他始终把甄嬛当成纯元的体身 就算他心中对甄嬛产生了爱意 但他更愿意相信 甄嬛是纯元皇后的转世 是冥冥之中的缘分 因此在纯元死后 甄嬛来到他的身边 皇帝是欢喜的高兴的 可当他发现甄嬛穿上纯元的衣服后 就清楚认识到原来甄嬛不是纯元 甄嬛就是甄嬛 皇帝的心灵受到巨大的冲击 这个时候的他 清晰地将两人区分开来 去看没有纯元光环的甄嬛 皇帝就觉得甄嬛冒犯了 自己心中的白月光 他的心中不免产生厌恶的情绪 其次皇帝虽说是九五之尊 但处理事情并不是为所欲为的 江凡 他更多的时候需要从大局关出发 所以他到后宫嫔妃那里 是为了放松身心 但偏偏甄嬛给了他不少气兽 当初年羹咬打了圣仗即将回宫 皇上想恢复华妃 协理六宫之拳 但华妃曾多次陷害甄嬛 所以皇上特地跑过来问甄嬛的意见 甄嬛自然是不同意的 接着来了一句 皇上是靠年假才能打圣仗 所以才迫不及待笼络华妃 皇上沉默下来安静地吃饭 甄嬛察觉他脸色不好 立马赶紧下跪认错 皇上这时候强忍怒气 表示无妨 甄嬛觉得言语有失 到底还是同意了花妃协理后宫仪式 皇上的怒火也就消了大半 但他没想到的是 甄嬛又提起沈梅庄假运仪式 为尚且没有洗刷冤情的沈梅庄求情 皇帝表示 等抓到刘奔再说 甄嬛又怕皇上不上心 再次重复了一遍皇上说的话 皇上无奈地妥协支持甄嬛去翻案 这时候甄嬛舒心极了 但皇上心里很不是滋味 所以幻璧给皇上斗浆的时候 他将怒火发在幻璧身上 说了俗气 还有消产事件 甄嬛虽说确实是很惨很可怜 但皇上又不是普通平民 正日忙着处理前朝政务 哪有那么多时间 看一个妃子为流产郁郁寡欢呢 但皇帝还是忍耐了下来 好言好语的安抚 等甄嬛穿上纯元古衣的时候 皇帝清楚地将甄嬛和纯元区分开来 他一遍又一遍 会想之前同甄嬛的相处 不免觉得 之前愿意去疼爱甄嬛 忍受甄嬛的小性子 全是看在纯元的面子上 而现在的甄嬛只是甄嬛 他不再是纯元 他却已跟纯元相似的面容活着 甚至害死了他心爱的华妃 皇帝对甄嬛的怒火到达临界点 一瞬间爆发了出来 以至于他无法接受甄嬛穿纯元的旧衣 所以说到底 甄嬛会因为穿错衣服 而失去皇帝容丑 也有他作的成分在里面 不能全怪皇帝太薄情 光帝太薄情 不吝点赞 中 不吝点赞